我是Jovie 我是一個同志媽媽 我有的小孩已經五歲了 她是我跟我前妻在國外做事館嬰兒的 然後由她的卵子 跟國外金子銀行的捐贈者做成的胚胎 然後由我孕育懷孕生下來的 我們離婚了以後 現在小孩就是由我跟我太太Mindy一起照顧 我和Jovie是兩年前同性伴侶助記 然後那個時候也一起辦了監護權代理 那監護權代理其實是一個很小一個部分的侵權的代理而已 譬如說像是接受苗上下學或是和她寫功課 那其他如果更重大的事情 譬如說苗如果她法律上有什麼需要 或是醫療上重大事項的話 譬如說住院 譬如說住院我完全沒有幫苗簽署任何的文件 代理Jovie這樣子 因為婚姻平權並沒有通過 她一直都沒有辦法成為孩子法律上的家屬 所以我們就是讓孩子決定說可以怎麼叫 你想怎麼叫她就怎麼稱呼她 所以孩子一直叫她阿姨 可是在諮商師建議說我們既然有心要組家 就好好的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為了孩子也辦了一個求婚的儀式 也把春味從Mindy阿姨改成了媽媽 這是苗畫給我的卡片 有一天我不在家吧 我確定是哪一天 對啊你回你貓的 她畫給我的卡片 然後呢上面寫 上面寫Mindy I love you 然後是她的英文名字 然後這是我們一家人 有我還有Jovie還有苗還有四隻貓 其實很多人很質疑說我們兩個是 我們兩個是同志 會不會把孩子也教養成同志 其實 就這個問題其實還蠻好笑的 因為所有的同志都來自於異性戀的家庭 沒有人告訴我們該怎麼去當同志 可是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喜歡上不同性別的人 那同樣的狀況就是 她我們的孩子才五歲 她已經非常的了解 自己是內在跟外在都是女生性別的孩子 她非常的清楚這一件事 那我們覺得很好啊 因為她自己清楚她是什麼樣的人格 她是什麼樣的外在 她也清楚說 男生的生理性別跟女生的生理性別有什麼不同 那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想要生活的方式 她在這樣的過程中 她會學習到去包容不一樣的族群 像苗在小的時候她會翻我的錢包 她有一次翻到我的身份證 那她說那我以後也會有一張嗎 我說會 那她說那媽咪跟媽媽的名字會在上面嗎 她說應該是不是只有我的名字 她就覺得為什麼另一個家長不見了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這麼多參加同運的事情 並不是只有我們自己想要做 而是孩子她希望說同樣愛她的另一個家長 不要在她的身份證 不要在她的真實的生活中就是一個空白 對她的心情 她的心情